国道三号走山事件 学者专家说 这是顺向坡砍断坡脚造成的山崩 这个意外震惊全国 但同样因为切断山脉 顺向坡砍断坡脚造成的悲剧 早在36年前 民国63年9月28号教师节 一个轻度台风梵迪 造成了中山高八度交流道地华山崩 把巴西里上任街的一排民房 淹没到土石堆中 造成36人死亡的悲剧 记者李崇岳 李金龙 走访生还者 以及当年参与救难的人 让我们了解 36年前巴西里的那一晚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要挖 有机器没有办法进来 大部分都是动员人力 发光康建家绑串了 叫人来救兵 大家快点下来 大家都是独手进来的 只有先救人 把人 有人在半路街 有人在里面一直砍 一直被突击 轻开是这样子 真的 看起来真的很动员 也很 心里那种话很激动啊 不知道怎么讲出来 4月29号 就在北欧 发生走山的第五天 我们跟着巴西里的前里长 苏清荣 以及陈友文 陈王阿珠夫妇 寻找发生在民国63年9月28号教师节 中山高八渡教流道山崩的地点 因为它开路的时候 它开闭这个教流道的时候 以前的施工法可能 比较进步 所以它还有一个 巨大的石块 下面那个原尘是松软的 经过那时候 刚好是台风来了 台风来了那时候 这个雨水的侵袭 受不了 土石松动 那整个巨石压下来 整个就 把整条路都埋掉 像今年这样 对 整条路都埋掉了 当时谁也没想到 才一个轻度台风 范迪 会造成巴肚交流道山崩 把巴西里上人街的 一排民房 夜幕到土石堆中 变成全国大新闻 这一条是高速公路 就是现在我们站的位置 现在我们直的方向 这个整个山垮下来 整条交流道都埋 埋掉了 然后整个土石滑下来 整个土石滑下来 把这一二十户的房屋 冲滑 压住 有的冲到河里面去 巴西里位于巴都的最北边 是暖暖区要到基隆市的 必经之路 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里 当年中山高都还没有通车 巴西里就先付出36条人命的代价 来不及逃的人 大概有的 就被基隆河这个河水就冲流 有的到汐止 捡道 到内湖 最远的大概流到内湖 被发现 然后才叫我们 我爸爸去认识 我爸爸跟我哥哥去认识 那时候是我爸爸在当里长 当时有八百多名军警 全力进行挖掘 如果再把民间人力加进去 恐怕有两三千人之多 而刊登的死亡名单中 最小只有三岁而已 真的一个母亲 然后旁边三个小孩子 他就像那个大鹰 披护他那些小鸟 两只手像那个老鹰的翅膀 张开一样 好像怕他那些小孩子被压死 被压死 那一清开的话 看了那个眼睛真的这样 苏庆荣告诉我们 就在山崩前的两三天 巴西里常常听到吹狗雷的声音 大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 至于造成山崩的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跟切断山脉有关 这本来是一座山 包含前面的 这个也是黏在一起的山 为了披抵这一条交流道 他就把这一座山 叠开 变成两遍 也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切断那个顺向坡的坡角 那引起整块沙岩 这个沙岩还不是很大 这个比这一次的国道山崩来讲 它是一个小块的沙岩 但是下来的时候底下刚刚是一个聚落 所以就造成三十几个人的伤亡 以现在要披抵这一条道路我看很困难 绝对会有老百姓来反对披抵这一条道路 因为这个是从整座山把它拦腰把它砍下去 63年这边已经就是做了一个大自然反扑的现象跟示范 高速公路的例子一个就是巴独 一个就是后来的中山高的系组所谓站 那也是同样的情形 当年到现场调查的学者张石教说 贝尔高这次走山事件是36年前的历史重演 因为历史只有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才有用 如果是历史让它变成历史的话 那这个教训是浪费的 大概是差不多我这儿了 这个水坡去跟我们走这个 以前的路 现在放拐一下 这边将近一二十户都在这边 因为他们那时候大概盖的都是半山腰 这个算是一个山下的一个半山腰这边 大概他们房子就盖在这个大山腰这样子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就是当年巴西里上人街被冲垮的民房位置 马路只有两个人可以走的宽度而已 山崩发生时就是住在旁边的零料金额出来喊救命 现在他已经86岁了